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以色拉记第二天 以色拉记一章一至十一节 被神激动 波斯王赛鲁士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弥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赛鲁士的心 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波斯王赛鲁士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 愿神与这人同在 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 那地的人要用经营财物牲畜帮助他 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于是犹大和汴亚敏的族长 祭司 立位仁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 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 金子 财物 牲畜 珍宝帮助他们 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 赛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 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 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 波斯王塞鲁士派库官米提利达 将这器皿拿出来 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摄巴萨 器皿的数目记载下面 金盘三十个 银盘一千个 刀二十九把 金碗三十个 银碗之刺的四百一十个 别样的器皿一千件 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 贝鲁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摄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以色拉记录以色列的归回 是救恩历史的事件之一 第一节 耶和华未要 就激动古猎王的心 原文的意思是 使他的心里产生一个意念 让他定义 在历史上 古猎对所有的民族 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 采取宽容与尊重 却足足地显示 这是耶和华神所激动的 为要成就神自己所应许的预言 神借着古猎所做的 不仅是下一道归回令照 也借着他呼吁不返乡的以色列人 共同参与的使命 重建圣殿 第四节提到那些不归回的以色列人 不仅要资助回乡的人需用 更要用财物参与建殿的事工 使归回的人不仅所需的够用 在建殿的圣工需要上 一样充足 古猎的命令 在以色列人中产生极大的回响 第五节 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 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 建造耶和华的殿 这些以色列人 也被神激动他们的心 这些被神激动的人 正如古猎被神激动一般 欢喜乐意 且积极地要归回与重建圣殿 好消息不绝于耳 第六节中所谓四围的人 是与他们一起居住的外邦人 这些四围的人所敬拜的是偶像 却愿意共襄胜举 美好的事持续发生着 第七节 古猎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 归家与重建圣殿 成了朝野的全民运动 这是神的手亲自做的 美好的事不断发生 不断成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神动工时 所有意想不到的美好事 是会不断地上演的 我们是参与其中的演员与工作人员 不是坐在电影院里观赏的观众 神要我们与他一起同工 一起得荣耀 因此会感动激励我们的心 去进行某样事工或某项事奉 在神的剧场中 我们都是整体中的一份子 都要一起经历神所四下的惊喜 并且一同欢喜快乐 亲爱的主 谢谢你愿意拣选我与你同工 求你帮助我 当你激动我时 我就顺服跟随 好叫众人看见你的荣耀 因着我的顺服而彰显 阿们 道读神的话 以福所书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亲爱的主 你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并且你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要经历圣灵的大能运行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主耶稣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愿这个世代 谦卑寻求你 降伏在你的爱里 愿你的教会敬畏你 爱你 侍奉敬拜你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